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这样被你征服 切断了所有退路 我的心情是坚固 我的决定是糊涂 早知道是这样 像梦一场 我才不会把爱都放在同一个地方 我能原谅你的荒唐 走了吗 你想走我不能留 走了吗 走了就不要回头 看到小胖老师现在是植物人 真的是不声唏嘘 是 袁维仁 小胖老师 今年53岁 其实是2018年她在上海 当时她非常非常红 然后在上海的一个节目担任导师 可是可能因为压力太大工作太忙 她在房间倒下来之后 送到医院发现是脑疫血 然后之后转回来台北的榕总 做这个脑部的检查才发现 她其实脑里面有一个良性的肿瘤 当时有做了拆 就切除 然后之后她就回到台东老家休养 没想到在2020年的时候 她又在家里跌倒 所以这个跌倒也造成她的伤势加剧 那这几天就传出来说 小胖老师恐怕已经变成植物人 也就是说眼睛张开 但是她认不出人了 那大家会好奇这几年 小胖老师其实大部分时间 都是她的二姐在照顾她 而且是日日夜夜的 在她身边去照顾她到现在 那因为她是2018年生病 那大家好奇的是 那她的儿子跟女儿 有没有去探望她 这就要让我们想到就是2018 当时她在上海倒下来的时候 她的前妻陆元旗带她的儿子跟女儿 就是袁毅跟袁荣 她们赶快就飞到上海去 但是那个之后 当袁维仁回到台湾休养之后的 这几年就爆发了一些 好像双方的一些争执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小胖老师回到台通之后 她的大姐有一次2019年 就突然在这个脸书上就发文 只写了四个字寡连贤齿 那怎么会这么重的一个抨击 意思就是说 怎么儿子女儿没有去看爸爸这样子 那这个就是这个抨击呢 当时袁荣跟袁毅 就是在妈妈的要求之下 是没有对外回应的 不过其实袁毅 有写了一整篇的一个文章 我也看袁荣也写了 其实这对儿女真的满 满为难的 对 是因为她说 其实她们到了医院 但奶奶就说你们就不要来了 恐怕就是因为她们爸爸妈 离婚的时候不太愉快 那虽然是父母亲不太愉快 但是其实她们对爸爸 还是蛮思念的 所以这女儿 其实当时有到医院去看 可是因为找不到病房的号码 那奶奶就说你们就不要来了 但是呢 这几年其实有透过视讯 女儿有跟爸爸大概说说话 的确是没有到病塌前去照顾 但是因为是奶奶跟姑姑之间 有一些意见 为什么小黄老师 最为落得她生病 卧病在床 儿女也没有办法探望她呢 最主要是她在婚宴里头 一直传出小三和劈腿传闻 就是爸爸家人姑姑吧 会传的信息 就知道一些境况这样子 是没有面对面的 没有面对面的 没有 都没有 那会想要联络吗 其实我觉得想要联络 当然想啊 当然想 可是我觉得很多事情就是 停留在这时候 其实也是蛮美好的我觉得 虽然算到以前 却没有遭到孩子的团队 在夫妻之间就被原谅的事情 我这个奶奶跟房客人 其实在这段婚宴里面 我对小琪其实还是有诸多的抱歉 小胖的情史很丰富啊 只能说音乐人是不是都浪漫多情 要先说原为人的这个崛起 他进入演艺圈是1991年 不要忘记了他除了是音乐人之外 他其实是歌手出身 早年有一个凡人二重唱 各位记得吗 凡人二重唱其实出了将近六张的专辑 一个是莫凡 一个就是原为人 那他们这个专辑 其实当时还蛮动听的 之后呢原为人大部分都是帮大家作曲 各位 刚刚其实阿关一直提这个 纳英的《征服》这首歌对不对 非常的经典 但你们知道《征服》的故事吗 其实《征服》这首歌讲的是 原为人失恋的故事 而且她把《征服》这首歌 是送给她的前女友 她的前女友是谁呢 叫陈小娟 陈小娟在娱乐圈 尤其在音乐界非常有名 她很有才华 各位 还有一首歌你经常会点 是《王妃的流年》 这是陈小娟做的 还有张学友的《火花》 也是陈小娟做的 那陈小娟认识原为人的时候 原为人还没有陈小娟这么有名 两个人谈恋了一段时间 可是因为音乐人都是这样 性格比较特立独行 所以原为人一直觉得 她的女朋友陈小娟 对她有时候不理不睬 忽冷又忽热 后来这两个人就决定分手 可是分手之后 原为人非常非常的痛苦 她觉得怎么会是这样子对待她 所以她在极端痛苦之下 写了《征服》这首歌 那这个跟陈小娟的这个感情 没有办法谈下去之后 她的第二任女朋友就是陆元祺 就是她的前妻 对 但是其实陆元祺之前 到现在她都是一人 然后两人其实在一个酒吧认识 然后结婚之后呢 陆元祺生下了儿子之后 她身体状况不好 得了子宫颈癌 医生说你必须做手术 她前面的两次手术 其实状况都很不好 可是原为人都没有出现在病房 一直到陆元祺必须做第三次手术 各位你知道这个手术 都要家属签这个 就同意书 到了第三次 原为人才来 所以对陆元祺来说 她觉得她们的婚姻其实呢 第一年她就想离婚了 她一直觉得这个男人呢 在感情上 是没有办法依靠的 可是你说呢 生了儿子之后 陆元祺经历过手术之后呢 又意外怀孕了 那你知道意外怀孕呢 一样原为人还是没有在她身边照顾她 她后来生下了儿子跟女儿 那对陆元祺来说 她也说 在婚姻关系当中呢 原为人其实是一直有小三的状态的 她是为了孩子 所以对她的孩子的爸爸有所保留 她也知道 她们签字的第二天 原为人就被拍到 跟一个所谓的居奶网红 陈威 那个原为人呢 就开了车载着那个陈威 那那个记者就说 你不会说离婚的第二天就有新欢了吧 你知道小胖老师吓呆了 一直跟记者一直喊两个字 单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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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单身 那他就 大家就问说 那你跟陈威是什么关系 那小胖老师当然就想说 没有啦 不是谈恋爱啦 我们只是谈合作关系 问题是 好像两个人也没有合作嘛 是不是 也许当时就有一些恋爱的火花 那之后大家知道 小胖老师2018年 在上海倒下来的时候 是谁去打电话了 是她一个很漂亮的正妹女友 那这个正妹女友 当时是她的助理啦 但是在生活上也照顾她 大家会问说 从2018到现在 这正妹女友去哪里了呢 很多人都说 其实她戏份应该结束了啦 现在大部分时间 一下去了 对 所以大部分时间 还是小胖老师的姐姐在照顾她 是小胖老师的姐姐 是小胖老师的姐姐 有什么东西 或者是小胖老师 或者是小胖老师的姐姐 在自己的姐姐 里面 有什么好胖老师的姐姐 在自己的胖老师 那她有什么太胖老师 我最后来